在天日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员 好的欢迎回来 接下来这盘情呢 要跟大家介绍一盘 也是主将战啊 是浙江题彩队 对上海剑桥学院队 那么呢是两位棋手 分别是佟孟成和李维青 也是两位年轻的棋手 确实 在这里呢 我就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李维青啊 李维青00后棋手 2000年出生 和刚才和丁浩同岁 是吧 这里呢 可能大家对他不是很了解 但实际上是非常的 有实力的一位棋手 他现在等级分是第11位 确实 还是很不错的啊 那么他的对手佟孟成呢 现在是等级分排名18位 所以我们围棋当中啊 就看起来好像 不是像像柯杰啊 联校啊 就是世界冠军级的这种棋手啊 就很多这个优秀的也是 应该说是 也是我们厚度的体现 是吧 好的 那我们这个开始前 也看一下两位棋手的采访 就我觉得就是上一战的时候 就前面是五胜三负嘛 然后觉得自己发挥的还行 然后成都这一战的时候 就是前四轮 我不是只赢了一盘嘛 而且是就第一盘赢了 然后就是之前的连续三盘 是三连败 而且就是感觉就是下的棋的质量 也不是太别 不是特别好 然后就感觉自己的状态 嗯 不太好吧 然后 但今天这半棋 我觉得就是下的还算不错 然后 有对手这么强的情况下 我就能赢下来 自己也挺高兴的 就还是找回了自信嘛 可以说今天这半棋是 这几盘我已经是三连败了 这两盘下的不太好 明天就是还是想拼一下 对陀孟臣的话 就是之前战绩 可能也会稍微差一点 然后就也就是尽力去拼嘛 跟李维钦是赢的多一点 但是很多盘也都是逆转的 所以说还是好胜负吧 看明天的临场发挥比较重要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 目标就是差不多保持在十三四左右 因为再往前可能也有一定难度 就是就至少别别下到什么十五六名 就至少是十三十四 这个至少可以有多一次机会 不要直接去拼那个 那个太太紧了 我们对第四嘛 嗯 我们对目标肯定是进前八 然后现在 现在其实排名大家都很接近 嗯 就是 每场都很重要 所以明天还是想拼一下 其实我对我的这些队员都还是 就是挺放心的 我觉得他们其实 其实是可以的 就可能也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吧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们明天就是还是很有希望获胜的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我对队友还是充满信心的 因为我有三盘棋主将输了 主将除了他们都是拿到三分的三了 所以 所以 这两位棋手呢 其实都是他们各自队伍的这个 基本上是铁主将了 李维钦这个前十三轮全部是主将 同梦城呢 前十三轮是有十二场的主将 所以说 呃 应该是两个队伍的这个 一哥是吧 主星谷 嗯 嗯 那他们这两位棋手的这么一盘对局 也是关系到队伍的这个排名 嗯 啊 这个也是今天的现场画面 李维钦呢 所在的上海剑桥队 呃 目前是 第十四位 嗯 同梦城所在的浙江题材队呢 排名第四位 这个 这个 维甲联赛啊 现在 呃 改革之后呢 应该说 每一场比赛都非常重要 因为关系到 各个队伍的排名 排名呢 对他继后赛的 呃 所在的位置也很重要 好 这是 胡耀宇八段 嗯 这个年轻的 啊 现在是谭笑 谭笑现在在浙江队 竟然一场主将都没有出任过 也是 略微的有点奇怪啊 谭笑九段也是今年加盟了浙江队 啊 现在看到的是 黄兴浩 黄兴浩这个小将 也是很有希望的 他是不是 00 凌好几后了 可能 24年吧 啊 啊 是不是04年 02或04 这个黄铭雨 我也都是不认识 黄兴雨确实是 黄兴雨也是00后 啊 也是0203 具体哪一年有点 不确 不能确定啊 然后我都不认识了 我就肯定不知道了 啊 这个都是今年的对今天对阵外援的棋手 就目前维甲联赛呀 真的是这个含金量越来越高了 你看我们这个中国棋手肯定是 现在是最最一线的棋手 都能够参加这个维甲联赛 是 你包括韩国的 应该说也是韩国最顶尖的那些棋手吧 以及今年还有日本的外援之野虎丸 是吧 嗯 完全是可以说是现在当今 呃 世界最强的维甲联赛 是 嗯 古灵异 四川队 目前还是排名第一 四川还是排名第一 对 人家成都队 他们叫成都队 这个主场之力啊 确实 然后党一飞好像状态是齐家 嗯 党一飞 米娱挺久段也是状态回温 回勇 嗯 主要是我看 主要看他们老朴 朴廷环 把那个深圳旭给他撒的气全全全全全撒的那个维甲赛场上 我还已经连赢了好多盘了啊 把输的气全找回来了 党一飞 对 这个四川队真的是越战越勇啊 前五轮好像就是在这个成都站的前五轮全都获胜了 全胜 如果说他们这个以常会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的话 进入季后赛的话 其实就占了一个很好的位置排位 是 就可以至少休息两轮 嗯 嗯 好的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棋局 好的 这盘棋是李维青的黑棋 李维青的黑棋 嗯 李维青这个小朋友 其实 不好意思 又忘了 00后 乌乃小将 乌乃强杀人 但性格还非常好 非常开朗 你跟他比较熟是吧 对挺熟的 就是应该算是小 小朋友之中比较熟的 哦是吗 对 因为他经常就是打羽毛球啊 踢足球啊 他都是经常会参与的 运动达人 对就是他的性格还是蛮开朗的 然后 嗯 还是挂 对 挂完之后 这个一点一飞 就是典型的AI招 是 这个点是绝对的是AI的这个招法 对 这个棋 其实现在下成这样的就是 就我觉得挺少见的 这个开局 对 你觉得呢 王老师 我觉得 我 我觉得我没有 我很少见 我知道有这种棋 但是 在这个大赛当中下出来还是不多 好像真的是对 这排其实就是这开局没有点三三 我都已经觉得 哇 都已经好像 没有见过了 其实同梦成啊 同梦成是他们浙江队的一个主将 是吧 同梦成也是很有实力 等级翻排名18位 是吧 是吧 很有实力 而且他有个特点 我觉得他往期特别厉害 哦对对 是吧 对好像是 因为他这个有个这个腾讯为期指标赛 对 其实就是大多数对局都是在网上进行的 他好像拿过有一届拿了冠军 他拿了好几届冠军 不止一届 不止一届 我印象很深的有一届 因为他之后呢 就是在线下对局之后 还跟这个决议下了一盘上梁子 他又赢了 他拿了好几届 好像三届 三届 都是没有吧 没有那么多吧 有有有有有 就是因为后来他拿没拿过我不知道 之前他肯定是已经拿过两次了 然后后来就是后来好像他又进过决赛 我印象里 去决赛是可能有 但是我 有没有三次 有没有我不知道 这个得问他 因为我确实我野狐还是下的少 主要是野狐下不过呀 对呀 我觉得 多吓一下 多吓一下 其实 确实 其实别人他们他们问我 他说王老师你这个等级分不是也还可以也不低 就是你为什么不下连赛 而且这个比赛奖金也很高啊 不是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不下连赛 我说我下不了 这个 因为我现在等级分不是40 然后他们 我说那连赛其实 那如果说这么算我也可以下 你说为假吗 对呀 当然可以下 这个你40名的话 我觉得这个赛场有 可能有一半棋手可能是在你 在你排名之后的 我说不行了 我们看这个脚就是点完之后一飞是吧 这个是点击的AI招 是 这个点绝对是AI招 这个点一下的用意是什么呢 它用意其实也是挺纯粹的 就是我点完了飞 我不让你尖我 你再尖的话 我这一刺一下便宜了 就你尖的话 这我刺一下肯定便宜了 你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以前学的定式飞尖 然后拆二 就你拆二之后 你比如说你将来走这个 我这棋 你说我贴起来也行 我就可能脱线的也行 我不可能把接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他就是不想让你接 那就是说那我其实换一个角度来想的话 我们是就以前的这个定式 我们学的这个是不是感觉黑棋还可以 是呀后来不是AI都是建议托吗 对吧 就是连这个小飞都是 是要掉分的 是不是就是证明之前的这个好像 黑棋可以满意 是叫双枪定是吗 没有听过这个词 没有是吧 我因为我现在那个教小朋友 好像之前他们说这个叫双枪定是 我一般就叫他小飞拆二 就小飞拆二是吧 就是这么 其实他这个其实点的飞 就是用意也是就很明白 就是不让你尖了 你别尖我了 现在黑棋在尖的话就有点 你就亏了 对有点亏 当然呢 就是为什么黑棋他也能接受呢 就是你将来我是不接你的 但你尖我的话 你点一下还亏了 可能因为你飞不动了 就你本来你尖完你可以飞 点过之后 这个尖三三的价值就变小了 对就双方可能都不愿意在这下棋了 对 都不愿意下棋了 果然黑棋这个连片 对 这个占大厂 来的小飞 今天没有点三三 没有点三三 确实是很吸引 我就觉得不适应了 这看他们下棋 你看又来了 这个这个点 这个点 算AI的招法吗 还是在AI之前实际有 是吧 这个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我觉得 你没见过吗 我 没有 就是我 我就是下成这样的这个棋 我都没怎么见过 现在其实 这个的话 我是真的就没见过 就是我觉得可能 是不是李维青 比较有心意 他应该有研究 我感觉 对 就是他选择这样的这个 这个一肩跳 现在这一肩跳 其实下的特别少 就是挂脚的时候 对 一般都是小飞 一般都是小飞 或者夹击都比较多 一肩跳却下的少 然后下成这样以后 他这样淡定的拆一个 然后其实这个还是 我觉得如果做一个备战的话 还是挺好 就是因为 他拆的话 白的我觉得 应该90%的骑手 都会选择这部小飞 然后挂脚 然后白的正常也印一个 然后他再做这个 就是他我觉得 他是应该 有过一个研究 我感觉是 有刀是吧 这里 应该算是一个小刀 因为对白气来说呢 就他可以印的比较简明 他是双的 双 双 叮一个 叮一双 就是他因为 他现在不能尖 就是你尖的话 对我靠了 他这个 对他二路和三路的区别 就是多了一个靠 多了一个靠 但靠的话 白的也能加过 也可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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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可能 黑的是不是还要挤你一下 这个地方 先挤 这也很难受 先挤好 先挤好 先挤 这个他不能 对你不能虎了 你整个粘上 对你粘完之后 这样我把这一跳的话 你这局部只有后手半只眼 对 后手一只眼 就是你只有半只眼 这个脚上 这样的话 你要往外跑的时候 可能就有点 有点苦了 有点苦了 对 然后这个位置也还 对也还不错 也还不错 对 就是确实先挤一下 舒服很多 要不然你就挤不到了 你再挤别人 就虎在这了 靠了先挤一下 那就不能尖 这个白起 所以实在呢 头梦长就并一个 并一个 这些 第一感是小尖 其实 其实我第一感是小尖 这个 并一个 其实 就同梦成的棋风的话 他 特别 皮实 特别稳 特别稳 特别特别稳 特别特别稳 就是那种稳的 你就是 但是你 他就是 如果你下得好的话 也是有可能战胜他的 就如果你没有 太多失误的话 也是有可能战胜的 他就 他就特别稳 也没有什么太出奇的那个地方 就像柯杰这种 他没有那种 就是 比较稳 其实我觉得正常 我感觉是尖这个 这个并 搞不清楚 这个 贴起来 然后尖 这样的话 相当于我们这样看 白的 黑的本来走这个 大家这个是都会的 对吧 其实我们肯定也会的 然后白的肯定是走这个 那么黑的 简单跳一个 像是这样的话 肯定作为白放来说 觉得也还行吧 感觉上来说 应该没什么不满意的 然后实战节 等于白棋多顶了一下 顶了一下 稍微亏了 还是亏了 明显还是亏了 因为这个棋 将来就你不走的话 这样我跳一下 你得挡住吧 你得做活 那我一个小飞 你局部好像 白棋没有活 局部白棋不活 那现在再看这部点 好像也不便宜 一部演绎 如果你这么看 那现在肯定亏了 没有就点的 然后一冲 对你冲就活了 这个紫 还是能活的 能活的 如果点了一下 再冲 人家肯定是退 对 黑棋一定是退的 对 对 就是这个 是这样子的 就我觉得 为什么觉得白棋 这个病 稍稍有所疑问 因为 我还是觉得 这里边这个尖不大 就是我觉得 我就尖外边 让黑的走 觉得也无所谓 我就把头出去就好了 对 因为这个 实战的定型来看 似乎 白棋是不便宜 那是不是可以单间 单间的话 是不是还是看这个字怪怪的 就是说 其实这个还是就觉得 我就是把这不走了 就是你 比如说你 你靠起来 反正就是 我就走外边了 就这个地方 我就再也不去走了 对 感觉这个棋 如果还是到里边的话 感觉被黑棋这样下过来 这白棋是 有点难受 就是这个地方 那李青 这个二路点 还是 目前来看还是成功的 我感觉是成功的 对 非 坚冲 坚冲 这个坚冲也是 AI的 对 首推 招牌 招牌动作 招牌动作 然后 跳过来 他这个坚冲一下 就认为 能算 也不能便宜吧 就觉得便宜了 是吧 我 我其实我 说实话 我一直都不是特别理解 就是这棋 为什么要坚冲 但是感觉坚冲 自己下的时候 觉得 还挺好用 是吗 就你不知道该怎么下 的时候先坚冲一下 就是比如说 就在这个地方 下棋的时候 比如说你想拆边 那现在 这个棋你就坚冲就好了 就不要拆边 对 就是你就坚冲着下 那如果 白棋是爬着三路呢 爬就跟着跳 就是 对 他就跟着你下 如果他贴呢 就贴的话 你要就看情况 就是 就是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可能就脱仙了 有的时候 就你可能就跳 就跳起来 这个坚冲 说实话 不是特别好理解 没有办法太明白的去理解它 但是 可以试试 可以试试 对 可以试试 就因为就是走完以后呢 就跟白棋交换以后 将来黑棋 其实从这边过来的时候 白棋可能本来的应对 和多了几个子的应对 可能是差不多的 就有可能他这个效率会低 对 有可能白棋这个效率会低 就是白的 很多时候他不肯贴 他觉得效率低 他可能就走 走这种 经常看到就是这样的 就不走了 就是 坚冲的时候 白棋拖先 白棋就拖先了 对 就是白棋可能会觉得效率低 具体为什么要坚冲 我也不是特别能讲 讲清楚 但是我也会这么下 对 这可议会是吗 对 就是我没有办法去 实战解决 坚冲之后再拆 就是他有的时候 可能为了一个引征 或者为了一个什么 都是有可能的 就是反正 只要我对我发展有利的情况下 我让你厚一点 我也没关系 你吓着吓着 就可能觉得这个棋有用了 坚冲就有用了 对 可以试一试 这个棋打入 这打入很凶 对 因为现在黑棋已经立在二路了 对 按说这条边是比较 是黑棋的势力范围 这可能已经立在一路了 包括一路都是先手 一路是先手 这一靠 有套断 对 白棋还是要打入进来 还是打入 球战欲望很强烈 同好 今天 可以再飞一下 把它尖顶一下不便宜 尖住 就简单的跳 单关五个手 也差不多 然后双方都是 单关出头 但是现在拖 拖这个 拖这个是 拖这个顶型 黑棋 黑棋实战是顶 对 顶顶顶 除了顶 退这个好吗 退的话 感觉有点被白棋便宜的感觉 白棋就不走了 白棋交换一下就一定便宜 对 就面对这样的棋型 其实 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学一下这个顶 就这个顶一个在 在很多时候就都特别有用 就是 包括那个 那个棋型 就是 那个 就是小木 然后就是小尖这样的棋型 就有的时候 就 就这种什么 什么 然后什么 然后什么拖 然后拖 拖的时候 一挤这种 就是 或者什么 就是 就卡在这个位置上 就跟这个卡 是有点像的那种 那我现在有点摆不出来 但是就是 像这种棋 就是顶在这个位置上 还是很舒服 就 就要学一下 就是你 你如果走这儿的话 会别人先 并一下 它也不是单退 它是 它是长了之后再退 然后你再被我退一下 本来你可能 可以形成这样子 好的 大家学起来 对 这个其实特别有用 这不顶 那个小木 那个棋型 其实也是特别想 顶呢 这是一个局部的好心 这样子白棋 如果顶 在团 白棋 如果吃这个子呢 就黑棋转身了 实战好像也是这样下 对 就是第一杆看上去 白棋也 没得到什么便宜 就捞了一些木树 但是黑棋也相对来说 厚了 如果我下 我白棋 我应该不会这么走 对 白棋吃这个子便宜吗 我不知道 我判断不出来 就是但是我 我下 我可能不会这么走 我肯定我就跳 然后白的走 黑的走 然后我就走 就正常 我就这样下了 就是 跟你 就跟你蹦一蹦 蹦出去 这个 确实也是 平淡无奇啊 对 就是正常 我觉得也正常 平平淡淡才是真 实战这个拖 确实 因为它肯定是经过判断的 如果就这么一路跳出来 确实也是需要 我觉得你需要信心 信心是吧 是吧 因为你这个 拖法太平淡了之后 太平淡了 你太 一般都走向 要求一些变化 是 就是 他这个拖 肯定是 童老 就是童梦成 就是童老 就是他 肯定是 他那个 肯定是经过了 判断的 就是他 他不可能说 不认识这不奸 他肯定认识这不奸 对 作为童梦成来说 他很认识这不奸 那么 后面的下法 其实他肯定也是在 他的预料之中 对 他拖的时候 就已经想好了 他想好了 会下成这样的一个定型 对 所以他在 会显得拖 那么 但是实地也是捞得很凶 对 就是下成这样 肯定是他认为 是可以接受的 对 作为我们旁观者来说的话 感觉 把自己下保了 对 吃着一个子 是不是 不见得便宜啊 这个我们判断不出来 但是他的判断肯定 他的判断肯定 他觉得可以 反正 是吧 王老师 什么推理来说 什么推理是这样 就是 托是他主动选择的 对 对 这打吃一个 我们旗友也是 那个什么 要学一下 就这种细节 有的时候 这种打吃是要保留的 但有的时候 你就要打掉 现在就需要打掉 现在就需要打 因为将来 如果别人加的时候 你可能打就打不到了 是 就你现在你保留 这个打的必要性不强 对 必要性不强 有的时候就是要保留 但是现在 本来就打掉就好了 这样子 白旗二路加 就变成了后手 对 然后黑旗跳 对 白旗打入 现在白旗不能再继续走了 因为你已经吃了这个紫 这地方已经厚了 黑旗再挡下来 再扳 对你来说全都是厚手 所以这地方就 应该就放在这 就不会再走了 如果你这种爬的话 就过于的就是小局了 对 太小了 这样你再去围这个木树 就你吃这个紫的 这个作用就没有了 是的 对 肯定是脱鲜了 白旗先打入 打入 其实你说这个叫打入吗 这多了一个紫之后 本来就是应该拆是吧 对 应该叫拆 它交换了之后 难道就把它当作打入 还是看作是拆吧 还是看作是拆 你觉得这拆好吗 我怎么感觉 有疑问 不知道啊 这个现在就是占大厂 但除了像这个点之外 比较大的还有哪些呢 如果是我的话 打这边 我可能会这样讲 我觉得黑的 它的这个 这块其实 这是它的主控 对对对 就是你在这 我感觉你跟它交换嘛 它肯定靠着你走 这样它越下越多的话 你再进来肯定是困难 加大 主要是它把这个地方过来以后 白的这 这四个 我感觉也会有 就是被威胁的感觉 就你捞这个空 是不是值得 因为现在白气 其实已经一个脚 两个脚三个脚在手了 就你是不是还是需要去 就是 再去继续的捞木 我感觉 要均衡一些 对我感觉 这种打入是不是 把这边先做活 这样的话就处理好 这一块气 我感觉相对来说 轻松一点 就我下的话 我可能会这样去思考 或者中间这种 走一走 对你说有道理 现在白气呢 实地也抢得不少 是不是也该下得均衡一些 我对 我觉得是 但是确实同老 他确实实地是非常的喜爱 比较哼控是吧 对 非常的喜爱 但是我觉得这部棋 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 这个需要大家这个 品一下 就是我把这个自己 我先下后 然后你不管你这边再围 或者那边围的话 我还就是 我就可以放开手脚去 去打入 尤其是我这走的话 其实我希望你跟着我下 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黑旗是没有太多价值的 对 如果你不跟着我下呢 其实我下过来 对你来说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危险 对 这个点 确实是 我感觉 不错的选点 我感觉 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 想要这么走 想要这么下 实战 实战关键是被打入之后 被黑旗压 对 白旗有些不好办 我觉得 对 这个方向至少 没有这样的感觉 你看你好没有心情搬起来吧 搬了我 其实我就长 我就特别简单 我不会跟你发生任何的 黑旗重新处理 它实战是挖 对 黑旗这个地方肯定是要弃子 打吃爬 现在黑旗是打吃还是长 实战是打吃的 打吃 打吃 打吃完了 直接上 对 对 他沾了 沾上 打吃完了再气 沾上其实五 他也不见得一定要就杀出来 反正也是有可能想弃子 这个沾完以后能跳下来了 是吧 能跳下来了 二路可以跳下去 觉得怎么 觉得白旗有点危险呢 拐 他马上就跳了 黑旗转实地了 那他这个判断可以 这个黑旗实地 这个转换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转换我 我 这里面是已经死了白旗 那黑旗先手吃掉是不是还是不错啊 我感觉您的白旗应该不好啊 是吧 白旗中间拔一朵花的价值 我感觉白旗有点疑问啊 对 从这个决议给的升率来看 确实是这个 接下来 这个打拔这个子是给了差评 这部爬也是非常重要 这爬一个 太大了 我白旗这一带 花了一首旗等于把里面全送死了 对 不过也是他黑白旗其实他是有点左右为难 其实他这样下 其实被靠的时候 我估计他已经有些后悔了 因为他在走里边 其实同样他就再爱实地 感觉黑旗这外边也太大了 对 所以他选择了这样的去转换 但是 但是好像亏了 亏了 这加一个太难受了 这家黑旗 白旗还是 主要是立完里边 是不是还是死的 好像没有什么用 没有用啊 那这期即将来被白黑的顶出来了 他立刻就顶了 立刻就顶了是吧 这个 这如果 这个脚上如果被黑的再把这个 掏掉的话 这个实地 打破均衡了 等于你脚也没了 边也没了 你就中间拔一朵的话 这个好像 亏损的有一点多 减明做活 这一起 搬 搬了之后 一跳 我起 他为什么要搬一下呢 不搬的话立先手 他觉得搬一下 他觉得搬一下 让你打拔 也没关系 你打拔 让你打拔 打拔后手是吧 后手打拔 后手打拔 但是白旗也很厚 嗯 但黑旗抢到了一个先手 但是主要是白旗 他之前是走实地的路线 然后突然 突然转型了 突然转型了 不下围旗 下象旗了 这个 这个 这主要是这一排没有用啊 因为我们刚才说 下成这样的时候 其实就是 白旗是走实地的 你现在你走着 突然走着后手 跟之前 完全相违背 就没有用 你这后手没有用 黑旗等于 他把这个 他捞的实地 明显比你之前捞的要 要猛多了 我们有时候说 就是说你 呃 比如说前面抢了很多实地 你后面要稍微 打这个掌握一下均衡 是吧 对 走走后 让对方多一些实地 但是这种下法 好像有点失衡了 对对对 你这个给的过多 给过多了 对 嗯 现在 靠住 嗯 哦 靠一下 不走了 靠一下之后 把这个飞起来 哦 靠一下便宜了 这边 这边如果不走的话 白旗要 行骑是 是跳是吧 是跳 因为飞不出去 飞可以 对 飞被靠断了 对对对 一个病的话 就不如靠 应该是跳 应该是跳 是吧 嗯 就这样跳出来快 对 所以他靠一下 他觉得便宜了 应该是便宜了 他觉得便宜了 就你冲的话呢 我就挡住 对 然后你断我三个呢 我可能我就给你了 这三个无所谓 嗯 哦 现在黑的等于我 全线我突然就转实地了 对 嗯 这代实地收获还是 很可观的 太大了 我觉得白旗 可能是 还是这部 逼住的 问题 我觉得 这代白旗 有什么味道吗 白旗 这个蘸是先手 蘸肯定是先手 蘸肯定是先手 嗯 此外 就没有什么 太多的味道 搬了连搬 这种可能 有 稍微有一点 赖皮结的 可能性 好 我们看啊 有赖皮结的 好像就开始 有赖皮结的可能性 好像 马上就 动手了 因为他多冲了一下之后 那 不是 然后现在立刻就 为什么要冲一下呢 我又不太理解 我就直接翻了连搬 不行吗 难道黑的能让白的 从这冲出去 没有什么关系 是吧 这一冲 该怎么一下 冲不是白笋 这不是一样的吗 没有区别啊 就是你黑旗 你可以杀我 你爬一个 你可以杀我 但是我 那我不是 我就冲出去了吗 冲到这个 难道不满意吗 这肯定满意 那黑旗飞一个 是在干什么 这被我冲出去 不是肯定亏了吗 相当于出奇了 对 那肯定是 大出奇啊 这个 白黑旗是不可能 这样下的 冲一个保险 保险吗 这冲一下 好亏啊 冲一下 有点 有点俗是吧 俗手 太俗了 这个 做鞋 这是应该来皮鞋 冲不冲 跟这个是没有区别的 我觉得是 真的是毫无区别 没有一丁点区别 有点不太理解 不太理解 我觉得只能是 可能童老的状态 童梦成和李维钦 今年为假 好像胜负成绩差不多 就是六七盘左右的样子 就是大概是一个半数 就是我觉得这一盘棋的状态 我觉得童老好像不是很好 童老前面也说了 我说他最近好像状态 状态不太好 像这种冲一下才斑断连斑的行为 很难理解 找捷 黑棋是照单全收 对 这顶 要顶 要顶吗 你说这个顶是吧 为什么皮捷呢 他 他把黑的顶 这个顶 如果说他皮 这个顶 着实无聊 这个顶总不会是 还是先手吗 这不可能 你这管也是后手 这不全是后手吗 这感觉 这顶一下不是 白亏没结彩 还是觉得他觉得这个顶 结彩也无所谓了 就顶掉 不清楚 不清楚 这个提回来 提回来以后 白黑棋找结 端这里找结 断一个 断一个 断一个是 是 是造结 我感觉 是早结吗 还是造结 都有吧 都有 是吧 你硬一个 我不就多一枚结彩 你硬一个 我就多一枚结彩 那这白的不就 亏一枚结彩吗 这顶一下 黑棋不可能 顶这个 我觉得 难道他觉得自己在顶 不是不是结彩 不可能 那他已经顶了 那他如果是不是结彩 踢 踢回来 这个结 这个结 对黑棋来说 严厉吗 黑棋 黑棋现在是可以停一下 是吧 你白棋也削不了结 白棋只能再开 对只能再开 就再打上去 这个结就厉害了 那就厉害了 那肯定是 万结不硬了 就相当于白棋 搬了之后 是一个两手结 就是黑棋 唯一就是说 比如说 我现在长 他不可能 基本上是万结不硬 现在就是长了 基本上万结结 现在长他 打上去 现在这个结就变大了 打上去长哪个结 冲一个 只能冲啊 没 那就吃这个脚吗 吃这个脚 感觉 不行 对是冲这个 冲这个 本身结 这个冲黑棋不能再粘了 是吧 一粘的话没结材了 黑棋全面无结 无结了 被白棋拔过来之后 黑棋找不到合适的结材 对白黑的只能选择转换 那样的话还是比较亏 这样的形成转换 对形成转换 那空有点大 那白棋还是很细腻的 它是冲这边 是吧 对对对 如果要转换的话 对 就是比这里冲呢 少少两不清 它冲这边 对很细腻 嗯 染黑的应该消结了 消结了 皮 把他结上 形成了一个转换 把这个粘住 粘住还是很大的 其实 虽然说那个 靠下便宜了 但粘住还是很大 这个转换之后怎么样呢 现在形势 我感觉白棋应该还是不太行 我觉得 我第一感 就是黑的就太大了 我觉得 因为这个结打完之后 黑棋变得特别厚 对 基本上你肯定是进不去了 现在 白棋的收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十六 大概就是二十多亩 差不多 二十多亩应该有的 嗯 黑的这个断的长 虽然说现在看着没什么用 但它还是至少有价值 肯定比煤下强 肯定比煤下强 对 黑棋在这 断了长一手 怎么有点 他逼迫白的这样造结吗 就是这样 李维钦肯定觉得 黑棋还是可以的 对 嗯 总体来说 现在还是黑棋的形势 明显有利 是吧 我感觉 如果白棋 看这个二棋的情况了 如果说看 就现在 我们可以先点下木 好 白棋的话 这右边是十 十二十三十五木 这个地方的话 将来飞一下 搬一下 大概就五木起 白的这个角 其实你看着大 将来我飞 你只能并住我 然后我搬 你要做活 你可能只有虎在这 你可能五木起 那么这两块 其实的话 大概是二十 二十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算折半 你吃了的话 白棋吃了的话 九木起 黑棋走的话 一个的一木 九减一 就是白的这方四木起 四木起 对 二十四 那么就三十四 然后四十 大概四十五木起 左右 白棋全爬 白棋 对 四十五木 黑的这一方 应该是五木起 将来把他拐了 搬一下先手 五木起 然后这块三木 八木起 然后这一块的话 如果就点到这一线 十五 二十五 二十六 三十六 三十九 四十一 四十四 五十四 五十六 六十 六十六 六十九木起 你是从这一线 开始全点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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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六十九 六十九 七十 你那点过了 全部六十九 是吧 对你这边是八木 八木加上这个是六十九 加上这个是等于六十一木 是吧 如果是点到这一线的话 对 那就是六十九 差不多七十木起 这个黑棋的时空明显 黑的七十 白的四十五 那么就是说 现在白棋 这中间肯定是有一定潜力了 嗯 但是黑的这也很厚 就这个地方 我们因为是只点到这儿嘛 如果白棋 可能黑棋还有一些潜力 如果白的没有太多的手段的话 木树肯定是比较吃紧了 白棋 好 我们看看白棋 嗯 掉 这 这个掉是不是 你觉得有点温柔 这个是不是太温柔了 不是 有点温柔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前面已经跟我们介绍了 对啊 这个同梦城的棋风 是比较 稳健的 是是是是很稳健 但是 但是现在感觉不允许 不允许你这种稳健 就是啊 莫非他这个形式判断 觉得还可以 不不可 不可能 不可能 啊 这李维钦还是越战越勇 对啊 你看 翻 小匠还是太厚了 李维钦对 李维钦虽然年轻四岁 但是等级分是要高一些的 嗯 还是很有实力 现在我估计就是白黑棋 把这块棋围住 它贴住 它长 长在这 是吧 它把这块棋现在围住 现在白的空肯定是不够了 对 因为我刚才说这个地方 有一定潜力 但是盘面已经20多目了 就是黑白棋这一代的 潜销的手段 好像力度不足 力度不足 就是现在幕术 我们现在点的话 应该是9 19 20 32 37 40 42 44 54 59 60 不对啊 王老师 我刚才这一块棋就69 你刚才没加这个八木棋 哦 那就70了将近 70是快80了 这个黑棋 现在就是白棋肯定就是下来 然后黑的跑回去 然后白的杀这个 就尖了一虎 这看能不能做一只眼 做一只眼就不行了 这幕术差好多了 这个棋啊 看看它这个进行 嗯 现在 幕术上来说 这个没有 对对 这个没有 嗯 幕术上来讲是 黑棋实力是绝对的领先 嗯 哦 它就飞了这个 对 这同导 太稳了是吧 哦 我觉得 这 这让黑棋下的太舒服了吧 你看它也没有来硬 它杀也杀不掉 这杀不掉 这杀不掉 这肯定是跳这个 嗯 那么白的 黑的就把这四个只要连回去 现在 看看黑棋的下法啊 黑棋是刺 还要继续 李维针 它还是要追求效率 不一不饶 嗯 要最高效率的作活 嗯 接上 它没有 它挡 挡这个 哦 然后点 哦 黑的说 我先活一块 您您看着办 一尝 能虎回去吗 现在已经是活了 活了 我这先手 一路先手 对 知不知道你也破不了我眼了 对 你走这 我其实我走这一活 走这完了 我也活 已经活了 已经活了 我先活一块 现在黑棋呢 就是要把这四个字联络 活 这什么都不给啊 这个 这个它也只能走这个 是吧 走这个 然后它又先靠 看起来也 看起来很精妙啊 是 是很精妙 先看你怎么弄 它是挡住了 然后我先断一下 断一下 再挤回来吧 爬 它是 跳 跳这个 能挤回来吗 挤不回来是吧 它打了沾上 对啊 那我又打少了 它是单跳 哦 它留了个这个 它留了个这个 后门 对这边没关系 因为你沾 它可以做这个 对 对 我这有个后门 下得好 下得好 小朋友 这个很清楚 嗯 黑 白旗自己还要联络一下 还要联络一下 自己还有点问题 嗯 那 这个差距又越来越大了 这应该是 确实是 这就挤了 嗯 它就看清了 活了 不用后门了 然后 这不怎么觉得快结束了呀 哇 是要结束了 结束了 你看它都吃这个了 这个棋 啊 这就已经看清楚了 它这都不下来了 你看 这个 就把这里走 对 把这个有点胜利宣言了 对 就是我把我的空都为好 为牢 嗯 你现在从棋子来说肯定是这个大 是吧 那肯定 那肯定这个大 它算了 嗯 这个我看清楚了 看来优势不小 嗯 啊 这好像这这这这就就到这了 就是最后一手 就到这了 对 这个最后一手 白旗确实是实力已经 肯定是不足 输出好多了 我们先点一下嘛 好 现在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白的这块九木 一二三 十三十五 三十 三十五 现在实地大致都已经 四十 中间的全 白旗大概五十五木旗左右 白旗全局 那有点少啊 嗯 黑旗呢 黑旗这一块 就点这一块好了 这两块贴木 这一块出不去 这一块的话大概就是 二三十三十五十八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九 四十一五十一 六十六十五七十 啊 怎么越点越多 七十八木 这一块就七十八木 对 哦 这个差距太大了 对 这个全局黑的白旗不到六十 啊 这两块没点 这两块就是贴木 对对对对 嗯 那么那确实是 已经无以为继了 无以为继了 无以为继 所以白黑旗飞的时候呢 现在这盘旗就结束了 对 李维钦呢 直黑中盘战胜 中盘战胜 对 那么上海队主将拿到了一分 上海队现在目前是排名十四位 哦 那挺危险的是吧 现在十四位 因为现在十四位呢 他是这样子 十四位呢 和他和第八名的差距 已经超过六分了 在剩两轮的情况下 你不可能到第八位去了 对吧 所以他 他肯定是留在了降级组 啊 是这样 就在后八 但是呢 刚才这个采访中李维钦也说了 嗯 十三十四和十一十二 其实也有也有不一样 也有不一样 是吧 你如果能进到十一十二的话 你至少可能能够 不是那么一下就要去下这个降级赛 啊 还是可以多一些机会的 嗯 所以接下来这两轮呢 今天这一轮下完之后 还有明天的最后一轮 和这个他们最终的排名 也是有很大的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 今天的讲解呢 我们就到这里啊 谢谢 浩阳 做科研摩师 我们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明天呢 还会有这个 常规赛的 大结局 是不是 可以看看各队的最终排名 也是希望各位稀有锁定 天原频道 观看明天的这个 这个总决 呃 常规赛的最后一轮 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